我跟你說我第一次進場的時候 我就已經三分歲了 我那些朋友來 我那個播接起來的時候 兩瓶威士忌 我的天啊 我的保麗打我的天啊 我醒來的時候是 我趴在 衣室跟房間中間的軸道 張總任海盜婚禮泡湯 爬破產 喝到斷片 爬地度過洞房夜 張總任接下全新選手節目 24日出席開播記者會 在大陸下 綜藝跟回台灣有比較大的差別 那因為大陸那邊 跟尺度來說的話 當然會比較嚴謹一點 對 但我還是一樣 就是常常會被 也不是被疼啦 就是說 那可以你自己 好好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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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聊天 自由上面還是有一些差別 但環境上其實 我認為是差不多的 很快的找到自己 舒服的狀態跟位置 就 開始偷懶 因為學術節目其實 有那種比賽型格 大家都會覺得說可能有 靠關係或是一些內定的可能 我比較不會去管這個部分 那也有聽其他的 歌手或者是導師們 有可能有這類的問題 我自己的話是沒有 沒有遇過 可能PD啦 會說那個 誰很喜歡你啦 那你要不要管你的 你知道嗎 我怎麼管你的 所以有時候 錄節目的時候 他們對我為了 話說張正月上個月才剛和結婚 五年的妻子 補拜婚禮 我記得五六年前 我們就去 還說我們要有一個 很浪漫的婚禮 在什麼海島 還去什麼巴厘島 去貴的飯店去看 再來就遇到了那個疫情 疫情就延了幾年 然後再來就想一想 不行 我們兩大部落 你知道嗎 我們請了一百桌 一百桌就一千人 怎麼全部這樣子 要包雞包多少 我看到這 這個整個判完 我看我也沒有錢了 你是不是也斷片 就是其實 隔天醒來 忘記自己昨天在看 我跟你講 我醒來的時候是 趴在衣室跟房間中間的走道 我應該是你知道嗎 就是爬到 爬到那個 想觸是不是 馬桶 對 對 然後再 可能也就爬不回去了 然後就 直接睡這樣 我跟妳說我第一次進場的時候 我就已經三分醉 我那些朋友來 我那個窩窩間鞋來 就我 兩瓶威士忌 天啊 給我保利打 天啊 其實我到第二次進場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不知道 就差不多了 對 我只是 裝得很 很謹慎 這樣 可以可以 老婆對妳在婚禮整體的表現 她也不曉得飛到哪裡去 她也不曉得飛到哪裡去 說我吧 沒有 她也是一樣 她也很開心啦 新郎新娘敬酒 有沒有 我們就是一前一後 然後就不曉得 不曉得 哭哭就說 你們真的很皮耶 對 我想要第二台是女兒 現在進度如何 女兒也不是說 你今天東就有嘛 對啊 對 她問女兒在東嗎 有在認真做人 明年啦 對啦 希望明年 如果我還有 明年我50歲 阿美子我比較喜歡女孩子 恭喜社會 我娘家那一邊 尤其台東的時候 特別喜歡女孩子 萬一又生到男生狗伯 再生 喔 生到女生再停 呃 看我有沒有能力啦 有 我都知道他們的能力 我也知道不bre 稍為現在 自己選擇 站住 坐 我們下一個 最後答案 親身 你要這樣